本交易会男子单打的冠军金牌之争可以说是诡决多变 也可以说打的是相当相当的富有剧情化 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在一二两局大陆的好手孔立辉先以2比0拿下 三四两局瑞典的华格纳把球再给追成了两局 双方打成了个2比2 变成这场比赛双方打到第五局了 原本孔立辉是拥有一个绝佳的一个优势跟气势 就没想到后面的两局都让华格纳给搬回来 第五局是一开始 孔立辉气势不摔取得2比0领先 糟糕了反而是华格纳平平失误 又是一个孔立辉3比0领先的局面 孔立辉的回击初见 类似的3比0的局面是出现当时在这场比赛的第三局 一开始的时候孔立辉就取得了一个领先 而且是华德纳在这一个球又失误 孔立辉取得一个4比1的领先 在第三局的时候孔立辉是一开始取得了一个4比0的领先 结果没想到第四局的时候是华德纳最后赢了球 我们现在决赛的第五局 孔立辉又再度取得了一个4比1的领先 这局会不会让华德纳赢呢 华德纳如果赢了就拿到金牌 目前比输5比 孔立辉领先 华德纳的回击挂网没有过6比1 这第五局是最后的决胜 双方尤其我们看孔立辉整个的气势 不但没有为之减弱 而且从时起信心 这个球回得太高 哎呀 球回得高 华德纳打直线的变线高压杀球 也没有杀过 打到自己都在抓头 觉得受不了 在这个时候逼得华德纳赶快叫出了开帽 华德纳在这场比赛 0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 连赶两局 追成了双方是 都是两胜两负的局面 五战三胜 要拿谁拿下的最后一局的胜利 谁就获得了今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男子桌球单打的金牌 孔立辉坐在地上 总教头蔡雪华拼命跟他比手画脚的讲 华德纳在瑞典是第一位百万富翁级的桌球选手 他在16岁啊 华德纳就买跑车了 但是他一直买了车子买了两年 他18岁才能开跑车 是成名很早的一位球员 桌球神筒 7比1的时候 逼得华德纳叫开帽 一开帽回来 还是输球华德纳 这个球又没有进去 孔立辉是9比1 这场比赛 孔立辉领先最多的时候 领先了8个球 到目前为止 打了5局啊 孔立辉没有领先8个球的 哎呀 最后的决胜局的第5局 让孔立辉领先了有8个球之多 领先了9个球 这个没想到第5局啊 双方的比数是这样子的 一个悬殊的差距 打了10球之后换位置 哎呀 这个第5局真是 完完全全的料想不到 完全的料想不到 一面倒 好 孔立辉的回击出界 10比2 孔立辉是哈尔滨人 他的父亲是哈尔滨的网球教练 所以孔立辉除了桌球之外 闲暇的时候他打网球 因为 至少是承受了疲讯 所以得自也有父亲部分 网球运动的细胞 那么事实上桌球啊 就是等于是小型的网球 当初桌球的发明啊 也就是 想到了网球的规则之后啊 所以在桌子上打起网球来 所以演变成今天的桌球 好 目前的比数11比3 孔立辉仍然领先了 华德纳有8个球之多 哦 华德纳这个又是弧圈的直线 变线 拿下扳回一分 4比11 华德纳落后孔立辉有7个球 哎呦 这个球华德纳又出了支 我们看华德纳对于自己连续的几拍的失误啊 相当的不满意 然后表示孔立辉的这个回击球啊 好球连续三拍杀球 连续四拍杀球 孔立辉在回到第四拍华德纳的攻击撒球之后 这个球没有回过 12比5 华德纳这个球也要拼了 这局肯定要拼 不拼也是输 拼了反正已经落后了 刚刚最多落后9个球 好在这个时候 华德纳又拿下一点 12比6 在这个时候 急得大陆队的总教头 蔡振华赶快也喊出了一个胎帽 赶快告诉他阴影之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比赛最多 华德纳是落后到9个球之多 现在追到了仅仅只落后了6个球 孔立辉这名球员 你看看刚华德纳一个精彩的慢动作 相当凶猛而且擅长的杀球 华德纳这名球员 跟同样是瑞典的好手 皮尔森 在本届的男子单打时 分别打进了也是前四场的决赛 那么照理来讲 两个人的联手双打应该相当棒啊 就好比刘国梁跟孔立辉一样 两个人在双打时拿下银牌 但是相反 华德纳跟皮尔森在16强的双打的第一场比赛 竟然以0比3非常悬术的比数 败给了法国的艾洛瓦跟勒谷 刀刀淘汰 这个是这次两位瑞典选手 一个始料未及的一个战绩 一个开帽回来 孔立辉重拾信心 你看到慢动作 突然的变现 打进了目前行车13比6 好的那又推到了中台 还在推 好 发力了 两个人在对相持的过程当中 谁能够先变现 谁能够先发力 谁能够先抢攻 自然拿下这球的几率来得大得多 但是要小心15 13比7 孔立辉领先6个球 现在变成了一个13比8 孔立辉回球没有过 再起拍 哦 华德纳挡得漂亮 再来 孔立辉这个球又回击出去 因此13比9 原本领先9个球 最多孔立辉现在只领先了4个球了 这个时候啊 球赛在第5局开始有了高潮 有了高潮 开始紧张了 孔立辉突然的变现 华德纳虽然赶上了 但这个球回击没过 华德纳这个时候要注意 如果是抢分的好时间 连续两球 连续两球 对孔立辉是连拿两球 两个球都是回击没有过 15比9 孔立辉领先 放太软了 两个退到中台 又开始相持 好 孔立辉的长宫球 出界 数比十 数比十 华德纳落后孔立辉是5个球 5个球对于华德纳来讲 仍然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还可以分离一波 刚刚9个球就实在太多了 11比15 华德纳仅仅仅落后孔立辉4个球了 刚刚追到落后9个球的时候 华德纳也曾经追到了4个球 变线 变线掉短球 哎呀 孔立辉 这个短球啊 掉得相当的漂亮 但是呢 华德纳等在那接到了 结果孔立辉一个好机会的长弓球 球没有拉过网 触网 没过 哎呦 又是一个lucky ball 不是net 这个球暂时一个lucky ball 那更紧张了 拉到了只剩两个球了 相差两个球 这个变线 回击球接 16比12 仍然是相差四个球 这个球对于孔立辉来讲 仍然还存有威胁性 华德纳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抢分 起快板在门前弹击球没过 17比12 在这种重要的关头啊 孔立辉现在下第17分 再不抢下来 危险了 哎呦 18比12 华德纳在第5局 应该是一幕前相差 六个球的一个比分啊 很可能已经 照理来讲 应该是宣布了一半的死刑 大陆队的总教练蔡正华 是频频点头 脑蒙松散的样子 看着自己子弟兵 眼看着就很有机会拿下金牌 正球 孔立辉回击的出界 18比13 华德纳再也不赶快追分 这球要输掉了 那么除非要靠着孔立辉的失误 华德纳事实上 看她的面部的表情啊 也是相当的紧张 因为她落后了五个球 如果只落后一两个球 还没有关系 落后了五个球 要追 不容易 尤其比数是到了18分 对方 哎呦 这个球起拍强攻 没有打进去 它简直是一副 I can't believe it 我不能相信怎么回事 19比13 孔立辉领先 孔立辉 最崇拜的是大陆前桌球好手 江家梁 跟三福拉 四宝球迷章 哎哎哎哎 这一个球没有进 孔立辉拿到了match point 孔立辉啊 大概憋太久了 在拿下了这个 个人的第二十分的match point之后啊 叫全场的观众 Come on 一起为他欢呼 一起为他加油 哎哎 这个球没有想到 华德纳的直拍 打直线 为急初见 孔立辉 21比13 拿下了最后第五局的胜利 同时登上了本届男子桌球 冠军金牌 孔立辉非常的兴奋 那么有位大陆队 完成了今年奥运场上桌球的一个 大满贯 二连霸 本届